孩子在一天的早上是学习力最旺盛的时候 如果这个时候没有提供一个营养健康丰富的早餐 这对孩子的学习都会有打折的效果 有些人说早餐是做起来很麻烦 所以一般人都是到外面去买现成的一个素食餐 但素食餐里面脂肪含量比较多 希望孩子在早上获得充熟的营养之后 发挥他们的一个完整的学习力 今天做的是四人份 所以我们就准备大概一公升左右的鲜奶 在等牛奶滚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先来切香蕉 因为香蕉比较容易氧化 不要太早开始切好 就是在煮到一半的时候才开始准备 就行了 这个香蕉的份量呢 如果是比较大的香蕉 我们大概一个人就是半个 那香蕉我们大概就是切小丁 大概一口一口的份量就可以了 不需要切得太小 那牛奶在煮的时候要注意 要不时的去搅动它 因为牛奶比较容易会有烧焦的一个情况 现在牛奶滚了之后 我们就把这个及时的麦片 就是它是冲泡就可以的 所以不需要煮得太久 那我们一个人的份量大概是40公克 倒下去稍微搅拌之后就可以关火了 关火之后把它让它稍微泡一下 那我们就把刚刚切好的香蕉给放下去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装完 装完之后呢 我们再把这个葡萄干 还有杏仁片撒在上面 那这样就完成我们这一道香蕉牛奶 变麦粥 首先我们先来煎蛋 我们这个煎蛋里头放一点枸杞 然后再加一点的盐巴来调味 把它搭散 在锅子里放一点沙拉油 等锅子稍微热之后我们把蛋放下来 然后这个时候赶快搅拌一下 等蛋熟了之后我们就可以把蛋拿起来 那我们现在可以开始来做我们的三明治了 我们今天准备了三片的吐司 那这个分量做出来就是两人份的分量 先把这个起司片固在上面 然后我们就把蛋放在上面 再来盖上一层面包 这边准备了一些这个西生菜 我们把这个生菜丝的跟面包差不多的大小 然后我们选用这个牛番茄 然后再盖上苹果片 然后最后再盖上最上面这一层吐司 然后稍微把它压一压 然后我们把它切对半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三明治了 首先我这边准备的是糙米饭 它含有比较多的维生素B群 还有纤维脂都比较丰富 那我这边使用的这个是饭导香酥 就是一般外面卖的饭导香酥就可以了 把它加一些进来做一个简单的调味 那我鱼罐头只要把它的那个水的部分沥干 然后把它弄碎一点再加进来就可以了 那就把这个饭跟这些材料把它搅拌均匀 我们可以准备一张保鲜膜 把刚才拌好的这个饭 把它放在保鲜膜上面 聚集在一起 捏成饭团的形状 尽量要捏得紧一点 这样才不会散开 因为我们等一下还要进烤箱 稍微把它烤了表面脆脆的 好了表面有点脆脆的之后 我们用这个一点点的日式酱油 涂在它的表面增加它的味道 那记得饭面也要再给它涂一下 最后呢 我们会把海苔剪成一个适当的大小 包在它的外面 这样就完成我们的饭团 我们的养生粥跟人家不太一样 先把薏仁跟米先洗好 先蒸好 这个芹菜切成末 高粒菜切成丝 车轮要先用开水泡过 然后柳松菇呢 洗过切碎 当归我咸碎之后 我现在放在那个汤里面 先把它煮好 提味 平均一个人是一公克 那红枣 红枣先用开水泡过 柳橘呢 热水稍微把它泡一下 把那个水沥掉 这个核桃事先我们就先把它烤好 跟那个芝麻也是事先把它烤好 然后现在呢 我跟它那个水拌在一块 放下去慢慢煮 这个养生粥 是不是速度很快 前一天你先把前置作业把它做好 所以在一个早上呢 你只要花极短的时间 就可以把它准备好这个早餐 来我们下加蛋好了 让它开滚一下 最后煮滚的时候 把蛋加进去 芹菜末放进去 等到它整个这个粥 要起锅的时候 把那个枸举把它放下去 去加热两三分钟 再撒一点点黑芝麻 还有核桃或是我们的杏片 这样再适量的调味 就是一道非常好吃的一个 养生粥 我们现在就是把南瓜先蒸好 蒸好之后取出来 然后呢洋葱把它汆烫过之后 现在沥水 我们沥好水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放进来 然后把这个南瓜放进去 把牛奶倒进来 好 我们来拌打 来 把它搅拌均匀 OK了 我们就倒过来 最后再把它放入生锅内 用中火煮10到15分钟 滚了就可以使用 咱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